社的主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铁皮工厂内燃起熊熊大火 火光冲天猛烈火蛇不断窜出 橘红色的巨大烈焰覆盖屋顶 屋内冒出的浓烟废快往天上冲 整个工厂陷入一片火海 大火将铁皮工厂烧到倾斜变形 停在屋外的轿车 尽管隔着铁皮也因为高温燃烧 车上大半烤漆都被烧掉 轮胎严重变形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不敢大意 连忙布水线洒水救火 并用工具在铁卷门上切出一个方形孔洞 不断朝屋内的火焰射水 这起火灾发生在六号凌晨两点多 当时新北芦州仁爱街 一间联动铁皮工厂发生火警 消防局出动一百八十一名消防员 六十六辆消防车前往救火 花费一个多小时才将火势控制 燃烧面积约有一千六百平方公尺 其中五间工厂被烧得全毁 一间工厂半毁 其他的工厂受损状况 消防人员还在确认中 详细的欺货原因以及财务损失 还有在火调人员调查理清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